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今天是2021年的7月27号 也就是今天就是说第3集警戒的解封日 这个解封日 能不能解封还是未定之天 今天应该是解封日 不然已经延期了两次 但今天讲的不是一期 今天要讲跟各位聊的是什么 是言情小说害人不浅 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实际上我在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了 中国大陆CCTV中央电视台的那个电影台 看了一个电影 那个电影是什么名字我记不太清楚 但剧情我还记得 这个电影的女主角叫永梅 台湾人可能都很少很陌生 我也很陌生 那个男主角叫石良 石良的演员 我以前还以为她不是演员了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 那个香港那个 香港的什么电视台 她在 她在那个主持一个节目 那个叫做 叫做党案 石良 她身体蛮好的 这个汉操北败 简单讲就这样 像一个当过军人的样子 然后那个 这个这两个人都是中年人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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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情是这样讲 这个 女主角要 这个 这个叫 这有眉眼的这个角色 她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生 没有结婚 她开公共 公交车 就是公共汽车的驾驶 在大陆的公交车跟台湾是差异很大 那大陆的公交车基本上不是民营的 都是公营的 那通常开公交车 现在有很多女的了 因为那个那个那个动力方向盘的关系 所以很多女的 但是毕竟你要开这么大个车子的话 通常都是 那个比较豪爽的人吧 那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电影的那个剧情是这样 就说这个女的 她妈妈一天到晚想把她嫁出去 到处帮她去做媒 去相亲 干什么干什么 也觉得这个女的不中流 流来流去 流成仇 虽然她们两个住在一起 但是她一直 她妈妈年纪老了嘛 一直想把她给嫁出去 但她就两个人就常常会有 会有那个 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大陵圣女 就是就会这样 抗拒婚姻 因为找不到对象嘛 那她妈妈就跟这个 刚好石良是一个 办离婚的一个男生 一个中年男子 他的职业是这个自由摄影 摄影艺术家了 我不讲自由摄影师 摄影师通常都要有人雇佣 他没有雇佣 没有人雇佣 他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他的照片 如果说被媒体采用的话 就付稿酬 没有采用的话 他就是自由的 自由业者 那他是干这行的 他刚好跟他的那个前妻离婚 然后闹了一些小小的那个风波 那我们不提 主要是这两个男女主角 至于说他前段婚姻为什么会离婚 因为他到处跑 世界各地跑 因为要拍要要拍摄好的镜头嘛 那那个女的呢 他妈妈就跟这个 阴彻阳茶 他就住了他妈妈开了一个那个 所谓的那个 那个那个家庭旅馆 就是所谓的那个民宿 他们家开民宿 因为那个老旧 老旧那个 宿舍 他爸死了之后 房子空出来 小孩都出去之后 房子空出来就把那个房子整理一下 然后就开民宿 那吃饭的话就跟这个家人一起吃这样子 然后结果这个他妈妈就 这个这个食粮 因为当天晚了嘛 就刚好看他这家民宿就进来住了 很意外 白天跟这个这个 这个女司机有交手啊 这女司机态度不太好 有点粗暴 那因为他这个老族女嘛 简单讲就这样 一般人的对老族女的印象不是很好 就是脾气古怪 然后那个 性格性格这个乖僻 就类似这样子了 那结果 白天他们两个人在 坐公车的时候 有一点点小小的口角 或者不舒服不舒坦 可没想到晚上他这个 他住的那个那个 民宿 居然是这个女的司机他妈妈开的 他也住在这里 结果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在这边聊了 他妈妈就看到 一看到这个 第二天早上看到这个男的 觉得这个男的不错嘛 就想 马上就想到 他看只要是看看是个男的 尤其中年人 马上就想到他女儿是不是可以 可以配对 这老太太就这样想法 然后就讲说我们家 我们家这个 这女的叫什么名字我不晓得 我们叫叫他一名好了 永梅 我们家永梅很好啊 以前那个 三好学生的 从初中高中都读的三好学生 结果要到那个 中国大学 叫做高考 台湾叫做大专联考 那个大专联考之前 这个 那几个月他突然迷上了这个 《红楼梦》 因此他 一天到晚就幻想 这《红楼梦》的爱情故事 什么爱情故事 就《言情小说》嘛 那我看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知道 结果后来那个 那个那个 石良 男主角石良跟他那个永梅两个人 这个 那个对手戏的时候 那个 那永梅说 你不要听我妈讲什么 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迷恋了那个《红楼梦》 结果 那个大学 联考的时候 落榜 那落榜之后 就高中毕业嘛 混了很多行业之后 就混到做公车司机去了 他说你不要听他那个 那至于说 从高中毕业一直到40几岁 这中间有20多年 将近30年的时间 你这30年时间 你在混什么东西 他没有交代 也不必交代 反正女人嘛 最后这个归宿就是嫁人嘛 那男人可能要有拼事业 比如说石良 也是40多岁人 亦无成就 两个人等于都是 不能讲鲁蛇 但是接近鲁蛇嘛 OK 那结果 实际上我一看到这篇 我就知道这个剧情被改了 原著小说绝对不是《红楼梦》 为什么 如果你真的 喜欢《红楼梦》的话 你可能会想 拼的使命 我一定要考中文系 为什么 红楼古典小说里面 都有《四十歌赋》嘛 可是现代的《红楼梦》小说 不用《四十歌赋》 台湾的爱情教母 大陆也迷他 中国大陆还有一句顺口六字叫 男 男人封金庸 女 这个女生封 琼瑶 男人喜欢看武侠小说嘛 金庸嘛 那个女孩子 情斗初干女孩 就喜欢 就喜欢看琼瑶小说嘛 因为大陆当时搞文革搞什么东西 大家肃杀气氛 没有人写这种软性的小说 那现在当然很多了 现在这种写这种小说的人 大陆的那些写这个小说 比台湾还不遑多 甚至写的更加淫秽的 还有了 像比如说广东那个 上海那个 那个什么人 咱们就不用讲了 他们的小说我都 都看过 不足一评 那因此我就想 像我姐他们都常常讲说 当年读书的时候 初中高中的时候 就被这个 这个教母害了 你看他写的那些小说 还有其他 还讲了其他几个人 那几个人有的还健在 有的已经 已经先世了 他说当年怎么会 他们这些鬼东西 这都不切实际的东西 实际上学生的时代 就是这样 他是尤其女生 因为在正常生活里面 他不可能遇到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幻想 少女情怀总是诗嘛 总是梦嘛 那所以因此他幻想 那而且因为读课本很枯燥嘛 所以他们就想bypass 找旁路 宣泄他的感情就是在 爱情小说 就是言情小说 但男生看言 看言情小说的人可能比较少吧 所谓少不看水浒 老不看三国 少年少年的时候是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但是所以不要看 水浒 那老的时候是老奸巨华嘛 所以不能 最好戒之不要看 那个三国 三国都在耍奸诈 让你这个好好的这个 遗养天年不要再去 新风作浪 那但是 言情小说 这个文类是在 历久不衰 从古至今 从来没有缺少过 古代的言情小说是夹杂在什么 夹杂在那些文人的笔记小说里面 什么西乡记 红楼梦等等 都是在笔记小说里的一类 如果说你现在研究什么研究西乡 研究红楼研究什么 那个 有一个笑话就讲 研究红楼梦的那个 那个叫做红学家 研究金平梅的叫做金学家 不是研究金庸 那现在有人讲说金庸的武侠小说 也有人叫做金学 以前的金学是金平梅 金平梅我有介绍过 有兴趣可以点开来看 那我就觉得说这个言情小说确实是 害人不前 我的女儿在读 初中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家的书架 从我开始 全都是落地式的 那个开放式的 没有 没有橱窗 就是我看过的书 通通放在上面 那他们的那个书架 因为他们是学生嘛 除了教科书以外 参考书之外 还有课外书 也都是开架式的 所以我常常可以进他的房间 再 看看他的书 看些什么书 就发现到我女儿 高中的时候就看这种言情小说 然后我翻了一翻 那里面不堪入目 男女关系不堪入目 然后我就问他 我就找机会 不找编辑的问他 我说 这种小说有什么好看的 他说我女儿很坦白 他讲说 你就不知道各种的乐趣了 我说这里面的乐趣 你将来长大的时候都会后悔 不相信你 去问我你老妈看看 那这个 言由在耳 转眼之间 这个我女儿年纪也不小了 那这个我就看这个 这个电影里面 他为什么要 要假托《红楼梦》呢 如果你假托古典小说的话 他一定想要 直奔这个中文系 然后 然后到学校中文系里面的小说创作组 去创作小说去了 因为小说的创作 你如果没有 适当的生活经验 你写的东西都浮面 而且 很苍白 那因此实际上应该是要什么 要去经历生活 而不是去看这些东西 去意淫 这就是我说的 《严谨小说害人不浅》就在这 跟《武侠小说害人不浅》一样 《武侠小说》也是给人意淫的东西 真正 真正 如果你对武艺有兴趣的话 你就流血流汗流泪去练吧 以上 这个老吴跟各位分享 《严谨小说》不要看 谢谢 谢谢